3公尺長的粗大枝幹硬身斷裂 直接橫躺在道路上 巡邏遠景健壯 趕緊移至路邊 眼見樹幹擋住一個車道 遠景二話不說 從井車上拿出巨子 先把枝幹拒斷 讓車道暢通 為什麼車上會有巨子 不是啊 這幾天台風天比較多 這幾天剛好有遇到類似的案件 所以車上就準備巨子 受到颱風外圍環流 和東北激風的影響 基隆大雨不斷 寿山路市長官邸對面一棵老樹 17號中午突然斷裂 好在當下沒有砸到車輛 不過斷裂的樹幹就橫躺在車道上 佔據一個車道 正好巡邏的東光所遠景 趕緊下車排除 他們的動作非常快 因為我們那時候路聽過 我們想說為什麼警察還在那邊砍樹啊 原來那樹倒下來了 然後他們就在那邊拒 然後我們說為什麼要趕快拒 通報不就好了嗎 他說因為怕影響交通 所以呢 他們在通報之前要趕快 也一邊通報一邊拒 然後呢 趕快排除路障 我覺得真的是很棒的警察 這幾天這個大雨不斷喔 然後在市長官邸這邊 有幾棵路樹傾倒 那也非常感謝這個警察來先把這些樹先鋸掉 然後現在我們這個工友管理科有請這個外包廠商來處理 那大概有大概一頓多的這個樹木 那也請這個人跟車輛經過這個地方了之後請小心慢行 本所原警於17日巡視轄內封災時 於受山路段見入宿斷裂佔據車道 經初步查看索性未波及人車 因近日封災場域入宿斷裂 所以本所自備鋸子放置在巡邏車上 同仁如魚段數可先行排除 並同步通報相關單位接續處理 市長府公園管理科委外的廠商使用道場 利用電鋸分解交出的質感 收到的通知也要現場 那個援警已經有來幫我們 就是先把安全處理就對了 對 還好 然後現在我們就開始要施作 就是把樹枝全部鎖短 然後飛機路運走 泥沙颱風帶來好大雨 就用陸續傳出的災情 好在這一起入宿傾倒意外 援警主動積極排除 一個小時內讓交通恢復順暢 記者 黃紹明 金融報導